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婚礼是我亲手设计准备的 连捧花都是成队的 上面镶嵌的钻石 是我从国外买的 今天才制作好送回来 不说价格 光说这丑模样 跟我们的婚礼一点都不搭 明明已经给相关部门打过招呼了 为什么这段路还会有婚车队伍 偏偏那么巧 时间也吻合 像是掐着点跟我撞上的 本来面对对面新娘的热情 我一点都不想交换 可他半个身子都快爬到我的车里 周云生还主动降下车窗 把我的捧花送给了对方 这一刻 我委屈极了 我心中的完美婚礼 还是差了一步 周云生按住我的手 眉眼染上几分不耐 不就是个捧花 你别在婚礼这天 矫情好不好 待会还要招待宾客 这副样子是想给两家丢脸吗 我诧异又难过 只觉得今天的周云生太陌生了 他宁愿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来指责我 都不肯包容我的委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周云生不再是记忆中温柔体贴 对我呵护周全 时时刻刻照顾我感受的人 我们刚确定关系那会儿 我的论文涉嫌抄袭 我处于风口浪尖时 只有他第一时间站出来力挺我 相信我 替我想办法澄清 后来查清是资料重合 不构成抄袭 也是他在对方联合教授到的绑架我的时候 站出来保护我 明明那个时候 他可以为了我对抗所有 不管发生什么事 哪怕我被千夫所指 他永远是第一时间保护我的人 可现在 他总是要求我多理解他人 多包容他人 哪怕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他都会嫌我的礼不饶人 甚至是我被对方欺负的时候 他关起门来 都要跟我讲大道理 要求我再善良一些 他明明知道 我是那种恩怨分明 资诸必较的人 而不是圣母 可他却一点点要我改变 成为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善良名声 这一切 好像他心里有个对照的模板 来到婚宴现场 按照流程 我们要先分开 等婚礼开始的时候 有我爸将我托付到他手里 业界有名的化妆师赶紧见缝插针地上来给我补妆 一边认真描绘我的唇形 一边用不舍得的语气跟我说话 你们分分合合那么多次 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 我都不知道该恭喜 还是该叫你保重 我跟周云生并不是一只恩爱 相反 闹过很多次分手 他刚开始会耐心地解决问题 跟我复合 后来一直教育我不要无力取闹 我们性格其实并不合适 一个男一个北 他们都说我像个小辣椒 一点就眨 而且很记仇 敢爱敢恨 而周云生温文尔雅 是金圈公认的老好人 在重要场合从没掉过链子 私下里也很少见过他发怒 我们俩从小到大没少闹别扭 而每次闹分手 我都会跟闺蜜路生生哭诉 刚开始他对周云生的评价 三十六校好男友 挑不出一点毛病 自毕业后 我们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 他渐渐地就不太看好我们了 别担心 他不会欺负我的 而且我们从小到大 那么多年的感情 难不成你让我跟他玩玩 量跟两边家长都不好交代 现在也算水到渠成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 金圈里举足轻重的唐家和周家联姻 是两全其美的大好事 不仅因为商业上的合作 还因为两家几代试交 两边家长从小撮合我和周云生 以至于我即使开始 便知道我会嫁给他 陆生生将我画成最美的样子 泪眼婆娑 我的女孩 你今天像个公主 我不能代替伯父送你 只能送你到这里了 外头肆意的声音 穿过化妆室 婚礼开始了 陆生生轻轻拥住我 如果他敢欺负你 我们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你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小公主 我刚想开口安慰 却听见身后一阵慌乱匆忙的脚步声 唐小姐 请问你见到新郎了吗 婚礼开始了 可新郎却联系不上了 他有没有来找过你 我心里咯噔一声 低头看到手里难看 格格不入的捧花 周云生逃婚了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圈内有本事的人应该能探听到 周家如今已是强弩之末 一个大工程出了问题 资金链被全部冻结 上头还派人成立专组调查 结婚是他提起的 更是周家目前最需要的 因为想要更深度地合作 唐家就要一同承担风险 只有我们二人结婚 唐家才敢放手去支持 抛开这些 我们从小到大 恋爱七年的勤奋 我不敢相信他在大婚这天丢下我跑了 失神恍惚间 我被人推上了台上 几百双宾客的目光 像刀子一样刺到我身上 我手脚冰凉 浑身又麻又痛 尤其是心口 豁开了一个大洞 思绪飘回十四岁那年 初二的我正是正义感最爆棚的时候 回家路上遇到有人想不开 我二话没说 跳下去救了那个女人 可自己太自大 差点没上来 是从小最怕水的周云深 劈了命把我拉回了岸边 那时候他紧紧抱着我 力道大到我的骨头都快碎了 醒来后 他颤抖惶恐着说 绵绵 我不敢想 如果失去了你 我该怎么活下去 他说 我宁愿你是个自私 贪生怕死的人 只要你不再遇到这样的危险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从小老成持重的周云深 如此慌乱是错 自难时起 我一颗心便彻底飞到他身上 可那个说没我活不下去的少年 在我们两个最重要的日子里 弃我而去 站在台上 我感觉像是有两块巨石将我夹在中间 要把我压碎 心口的疼蔓延到四肢百骸 可我不能失态 不能哭 不能让人看笑话 否则京城世家 唐家的脸面都要被我丢尽了 尽管全家人都疼我 不会怪我 可我真的不能那么自私 拿起话筒 我好像听见自己没有波澜的声音 感谢今日所有来宾的祝福 欢迎你们来参加唐年的婚礼 招待不周的地方 请多见谅 新郎遇到一点紧急情况 原定12点开始的仪式 需要往后延一个小时 我为大家准备的伴手礼马上奉上 希望大家海涵 我尽量让语气别那么僵硬 笑容也要得体 视线落在台下爸妈焦急心疼的脸上 妈妈通红的眼眶 一瞬间刺痛了我的心 他们头发都开始变白了 却还是愿意为我的幸福 去趟周家的浑水 周云生 你对不起我就罢了 你把我爸妈和整个唐家的脸面 践踏于泥土里 你还有良心吗 下台时 手机来了短讯 一个陌生号码 场景很熟悉 是这家酒店楼下那层的会场 我爸本来想包场 但我没想那么张扬 楼下今天好像也有人结婚 点开照片一看 瞬间万见穿心 我的五脏六腑 仿佛都被绞肉鸡碾碎了 楼下婚礼上 周云生正深情地亲吻那位新娘 十分忘情 跟她带着同一个婚戒 另一章 两人眼神拉丝 站在台上手持着两本红艳艳的结婚证 堂堂 这个婚我们不结了 周家欺人太甚 要不是两家有几代人的交情 我绝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 爸爸冷肃的脸上杀气生疼 妈妈抱着我落泪 乖女儿 周云生没良心 她一直对你要求这要求那的 我早就觉得她不靠谱 我们回家 有福之女不入无福之家 父母的关心和坚定的维护 让我眼睛更酸了 他们还不知道 周云生在楼下跟别的女人结婚的事 更不知道 他说要跟我举行婚礼 背地里却跟别的女人领了证 我逼着自己坚强起来 今天的婚礼 一定要办 还要办得漂漂亮亮的 爸妈 我不能让你们跟我丢脸 父母突然落泪 更让我心里空洞 我提出要一个人静静 他们拗不过我 强忍着没发作 答应最后一个小时的机会 周云生要是不回来 别怪他们翻脸 可是 在我这儿 周云生已经没机会了 他可以欺负我 不能踩在我爸妈的脸上 肆意羞辱 周云生 既然你做了初一 别怪我做十五 思虑良久 我拨打了那个没有备注 却在紧急联系人名单中的号码 沈初季 结婚吗 我的开门见山 显然让对方吓到了 我听见那边一阵嘈杂 像是酒瓶子掉在地上 又被踢开 似乎还有几声 亮呛的脚步声 半晌后 男人沉重地呼吸传来 你说什么 唐绵 你他妈耍老子 你跟周云生 恩爱 难道要拿我当你们 play了一会儿 拿我当乐子 怎么 还是说你被他甩了 你也有今天啊 对面凉薄的声线 夹杂着微微沙哑的声色 不知是他的挖苦让我更难受 还是感受到熟悉的人 让我情绪翻涌 我拼命控制的眼泪掉了下来 从无声哭泣 变成低声乌液 再到不可控的放声大哭 对面 沈初纪彻底慌了 雨无伦次地哄我 唐绵绵 你哭什么 再哭我挂了 你别哭了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行了吧 姑奶奶 算我求你了 这招你从小用到大 还没腻呢 该死 男人物质咬牙 老子上辈子欠你的 唐绵绵 不许哭了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小祖宗 你要结婚是吧 等着 小爷来娶你 刀山火海我都来 沈初纪在这一刻 让我的心落定 我习惯了 只要他用恨恨的语气 说出最柔软的话 便让我觉得 找到了靠山 比如 上小学时 同桌化了我的裙子 被他知道了 他恶劣地 剃光别人的头发 比如 被人堵在校门口的网吧外要钱时 他单枪匹马 以初中生的身份 挑翻了比他高大许多的四五个高中生 还比如 太多了 沈初纪以前是个小混蛋 长大了就是个大混蛋 所有人都怕他 唯独我知道 他恶魔般的外表下 有一颗赤诚热忱的心 沈初纪在圈子里出了名的二世祖 花花公子小恶魔 但他最大的优点是 从不食言 他说会来 半小时候就到了现场 他在后台找到我时 我的泪水还挂在眼角 沈初纪一把将我按在墙上 微微上扬的眼尾 勤着几分力气 咬牙切齿间 散发着看我不爽 又无可奈何的妥协 我把你让给他 他还敢这么挽你 老子让人把他的腿全部打断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便被他的动作弄得当场实话 沈初纪朝我俯下身 凉薄温软的唇一点一点 稳掉了我眼角的泪 沈初纪 我浑身像是过电一般 猝不及防地推开他 我还有些无法接受 沈初纪疲里脾气的 顶了顶后草牙 没跟我计较 不是要结婚 小爷裤子都脱了 你跟我说这 他今天穿的 不是平日里的花衬衫 而是深色高定西装的裁剪 勾勒出他修长笔直的腿 和匀衬完美的身材 每一处都无可挑剔 看起来非常正经 当然 忽略掉那打歪了的领带 以及没噎进去的衬衫 里面的衬衫穿的是粉白色 完全没有轻浮 反而十分庄重 我替他整理好衣服 思议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父母在催你相亲 你要是愿意 我可以陪你演戏 私底下你随便玩 我不会约束你 沈初纪猛地捏住我下巴 恶劣地笑了笑 唐绵绵 你当我是哈巴狗 还是备胎 我认真的 沈初纪怒及返校 想利用小爷 没那么简单 我帮你圆场子 是有条件的 唐绵绵 你没得选择了 他还是像以前那样霸道 不讲理 可偏偏这份不讲理 是现在最能让我感到踏实的东西 我以为沈初纪同意了我的提议 可我没想到 他还是让我付出了代价 代价是 我看着手里热乎的两本结婚证 以及身旁那个坏笑不停 像恶作剧得逞的男人 一脸猛圈 你玩真的 谁跟你玩了 你不是要帮我应付父母 他们可不信我的话 只信有效证件 结婚证像是烫到了我的手一般 紧接着 他又拉我上车 一路往沈家的四合院开去 我的心脏砰砰砰的狂跳 不知过了多久才反应过来 一就感觉不真实 从昨天到今天 发生的事情都打得我措手不及 逃婚 临时换新郎 领证 我现在都清晰地记得 那些宾客精掉大牙 大跌眼镜的样子 以及我父母的震惊诧异 还有周家人的惊慌失措 我还没做好准备 面对沈家父母 毕竟汤家在京城 比我家地位更高 在上头还有强硬的人脉关系 而我家只有商骨和读书人的背景 尤其是现在 我还把沈初记拉进了火坑 进门之前 我两手空空 甚至做好了 被沈家父母羞辱责骂的准备 可我没想到 二老比我周家 对我更亲切热情 一场饭局 从头到尾 伴随着二老一种莫名其妙的眼神 我看不太懂 只觉得意味深长 还夹杂着几分欣慰 回去后 沈初记雷厉风行 风风火火地 把我的大平层搬空了 所有东西 都被他搬到了他的别墅里 还是先斩后奏 根本不给我一点反对的机会 我想 反正正都领了 不住一起 反倒让人怀疑 晚上 沈初记把我堵在客房门口 咬着牙掐我下巴 新婚夫妻分房睡 唐绵绵 你左脑是水右脑是泥吗 混在一起变成了水泥 她怎么还是那么毒舌 反正我们只是假的 我说了 婚后各过各的 你说要领证 我都答应了 难不成 你还要我跟你 睡同一张床吗 就算我同意 你不隔应 沈初记 我知道你 只想继续当你的混世魔王 花花公子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干扰你 但能不能 别逼我 男人被我气笑了 我不敢看她的脸 视线下滑 只看到那个突出 性感的猴结 在我眼前滚了滚 玄机沈初记放开我 同时胸膛传来沉闷的低笑 好 很好 你能有这份觉悟 小爷很欣慰 唐绵绵 你给我等着 她气愤的转身 那一刻我看不懂 她眼里的情绪 生气 可这不是她最需要的 想要的吗 她生气什么 这小恶魔 脾气越来越阴晴不定 叫人捉摸不透了 后半夜 沈初记回来的时候 醉醺醺的 身上的酒气 直冲我的鼻腔 我感觉脸上 有什么痒痒的 一睁开眼 她的下巴 在蹭着我的脸 很快一到了脖子 我脑子里一根线崩断了 沈初记 绵绵 宝宝 你别生气 我知道错了 别跟周云深 那个混蛋走好不好 沈初记真的醉了 抱着我说了一堆红话 她的态度与平常 不 跟从小到大的小恶魔 判若两人 不再腹黑毒蛇 不再恶劣顽固 而是软声软气 带着撒娇的味道 还有几分委屈 像一只粘人的猫 我被沈初记的模样 吓傻了 可她偏偏掀开被子 钻了进来 脸埋在我颈窝里 说话时呼出来的热气 惹得我忍不住发颤 宝宝 老婆 亲亲 沈初记忽然将我的脸掰过来 霸道又强势地印了上去 嗡 大脑一片空白 眼前 是她入迷的模样 鼻腔里全是她的气息 感官察觉到扑面而来的荷尔蒙气息 直到我被亲得浑身发软 沈初记不停地撒娇说难受 我意识回笼 闻到一股淡淡的 女士香水的味道 刹那间 我陡然清醒过来 不知为何心被刺了一下 沈初记她今晚去见女人了 可能还是跟女人喝了一晚上的酒 我逼着自己不能在意 却又控制不住 脑海里总是浮现沈初记 跟其他女人混在一起的画面 心里的疙瘩却越滚越大 无法忽视 委屈之下 所有情绪交织 我气得一脚 把她踹下床 哭累了 迷迷糊糊睡过去 小哭包顶着两个核桃 还是那么好看 唐绵绵 我真是欠你的 巴基 我下意识地伸手推了推 很难受 很痒啊 沈初记 一大清早的闸毛 男人却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桃花眸上扬的眼角 带着几分桀骜不逊 以及宠溺 还是那么爱炸毛 唐绵绵 你昨晚为什么踢我下床 我嫌脏 沈初记帅得张扬的脸上 闪过受伤的神情 突然咬着牙扑过来 横横地倒 嫌我脏 我哪里脏 嗯 小爷不比周云生 那个混蛋好多了 唐绵绵 我太惯着你了是吧 提到那人 我不可控制地愣住 沈初记见我又不说话 顿时急了 小祖宗 是我脏 是我坏 我对不起你 你打我吧 别不说话 我怪你 小爷我怪你到死 炸毛好 我就喜欢炸毛的 他太黏人了 以至于那点刺痛 转瞬被他赶走 我说起女士香水的事情 让我不开心 我从不会独自消化 与其内好自己 不如外好别人 沈初记突然正住 猛地翻身下床 开门离开 背影决绝 那一刻 我的心脏又漏了风 唐年 别太自以为是 沈初记能帮你到这一步 已经很好了 别奢望他为你在做什么 我更难受了 连沈初记都不管我了 送你的 沈初记去而复返 我的泪水 根本没来得及遮掩 我呆呆地看着他 不明所以 他不耐烦地 责了一声 表情别扭又傲娇 新婚礼物 婚礼那天 我给你定的粉钻 还要七天才能送到京城 从小到大 你不是最喜欢 这家的香水吗 我特地让人 给你敢供定制的味道 试试你喜不喜欢 我闻了闻 干净轻烈的雪松味 被妩媚浓郁的玫瑰味 强势地笼罩 像是将高领之花 拉下神坛 与妖魔共舞 妖儿不厌 妩媚却不低俗的香味 很具有攻略性 是我最喜欢的感觉 但以前 周云生只允许 我用知性优雅的淡香 他说 浓香喷在我身上 像染了风尘的女子 太妖媚 原来 还有人记得我的喜好 原来 沈初季为了这瓶香水 陪着这个牌子的老板 拼了一晚上的酒 才把香水拿到手 他不是去风花雪月的 一时间 我的愧疚和心酸涌了上来 我抱着香水哭个不停 把这几年的情绪 全部发泄出来了 沈初季被我吓得眼眶都红了 第一次见到他 手足无措 小心翼翼的样子 哭着哭着 我又笑喷出来 沈初季 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幼稚鬼一样地吃成 热烈 沈初季磨着后槽牙 掐着我的后脖梗 惩罚性地压了过来 在我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离开 额头抵着我的 他轻笑一声 你现在是幼稚鬼的老婆 所以你也幼稚 你要陪我一辈子幼稚 你打算一辈子假结婚 唐绵绵 小爷从没想过跟你来假的 我认真的 你再说假结婚一次试试 信不信我现在把你就递正法 我挣住 最终落荒而逃 终于意识到 沈初季来真的 我不敢猜测沈初季的内心 更不敢在这种时候去回应他 于是我可耻地逃回了娘家 选择躲避 也就是周云生逃婚后的第二天晚上 他联系我了 短信嗡嗡响响个不停 我心烦意乱地拿起来 还以为是沈初季 却在看到那个没有备注的联系人时 心脏空洞的疼又传来 我无意识地点开 唐绵 你非要这么羞辱我吗 我那天离开 是因为遇到了十万火急的事情 你能不能别再那么胡闹跋扈 我只解释一次 我大学时候的导师的女儿 昨天结婚 却被婆家人欺负到差点跳楼 我导师去世前 拜托我替他照顾女儿 我不能忘恩负义 前两年 周云生大学时候 有恩于他的导师去世了 老人家走得很痛苦 癌症 临走前 周云生在他病房里 待了半个小时 我不知道说了什么 问他 他闭口不提 还会生气 像是什么要紧的秘密 谁都无法窥探 原来 原来是他对另一个女人的保护 全身传来细密的痛 让我有些无法呼吸 周云生 到现在你还在骗我 要跳楼的人 能笑得那么开心 那么幸福 你是去救人了 还是去结婚了 我第一次发现 清风即月的周云生 也会满口谎言 无耻背脸 我没有回复 短信不停地弹进来 唐棉 你非要闹得两家面子上 那么难看 你不知廉耻 你父母还不要脸吗 明天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订婚的酒店 我邀请了所有亲戚宾客 向大家解释清楚 否则你休想让我再原谅你 你要是挽回了两家的颜面 再给我父母侦查道歉 我们下个月 还能重新举办婚礼 唐棉 别逼我再也不要你 我反手把关于他的一切账号拉黑 但是明天的局 我一定要去 戏台子都给我搭好了 不能辜负周云生啊 我本来打算一个人去 但周云生邀请了 圈内有头有脸的人 必无可避的 消息被沈初纪知道了 她头天一早冲到我家 咬着后槽牙一边惩罚我 一边磨着我带她一起去 沈初纪 从顶替结婚到现在 你不会觉得我在利用你吗 唐棉棉 从小到大 我一直在你身后 只是你从未回头看过我 我的心仿佛被人捶了一下 又酸又痛 看到了沈初纪 又按谋底的心甘情愿 看到了她多年来的付出 唐棉棉 你真不是人 她越是如此 我越是愧疚 沈初纪带着我出席饭局现场 我不是以周云生 未婚妻的身份出现 而是沈家少夫人 沈初纪名正言顺的妻子 我们出现的时候 全场安静下来 那些窃窃私语 那些不可思议 全部消失了 多少人是等着看我好戏来的 看唐家大小姐低声下气 给人道歉来的 可惜 他们的愿望落空了 相反 我们还没入座 便有无数人起身 端着酒杯过来 恭恭敬敬地 给沈初纪敬酒 沈家的背景 足以碾压在场所有人 当沈初纪 向他们介绍我的时候 我再次感受到了眼神的浪潮 快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深知 面对沈初纪时 在场的其他人 心情比我更紧张 好在 身旁的男人察觉到我的不自在 抬了抬手 那些站着的人终于敢坐下去 身后的门被推开 我看到周云生走进来 他的外表依旧清风即月 宛若不识人间烟火的高岭之话 而他身边 还跟着照片上的那个新娘 耳边声音全部消失 我将在原地 那个人 正是那天快要爬出婚车 跟我交换捧花的新娘 是他 原来是他 原来那一切不是巧合 是故意为之 是羞辱 我突然轻蔑一笑 所有一切在眼前清晰起来 林月如要跟我换的 不是捧花 而是男人 周云生既然敢把他带来现场 便说明他根本不把唐家放在眼里 同样的 周家父母或许是默认的 既然如此 我便不必再顾念两家情分了 放在桌底的手按着手机 给我大哥发个信息 对面很快回复 收到 开始动手了 面上表情恢复如初 周云生走到我身边 看到沈初纪的时候 一脸的不悦 你怎么来了 唐绵 你带他来的 每次我们吵架 你都要用他来气我 你现在道歉 我还能原谅你 向我道歉 向周家道歉 还要向月如道歉 我把餐具重重搁在桌上 清脆的响声 让所有人心头一紧 冷眼看向周云生 让我道歉 你配吗 门口算挂二十一次 要不要去算算 你算什么东西 不吃 沈初纪非常羞辱地笑出生来 周云生那张万年不变的儒雅表情 在这一刻出现了裂缝 沈初纪站起来 一米九的她 比周云生还要高一截 气势上更是不留任何面子的压制 像看一只蝼蚁 轻蔑的冷笑 听说你要让我沈家认定的女主人道歉 周家怕是忘了 京城是谁的地盘 我看向中央的大屏幕 灯光一暗 幻灯片被人放了出来 上面是周云生和林月如 私混的各种照片 各种尺度都有 还标上日期 唐佳仁从不是任人拿捏的性格 从她逃婚的那天 我便让人查了这些东西 如果她没带林月如来羞辱我 或许我还会给周家留最后一点颜面 可惜周云生不知死活 幻灯片放完 周云生脸色大变 我从未见过她如此仓皇愤怒的表情 林月如本来趾高气昂 柔弱的外表下 竟是对我展露的锋芒 此刻全部溃不成军 小脸煞白 害怕地抓住周云生一角 云生哥 我做了什么 姐姐要那么讨厌我 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可以跟她道歉 你帮我求求她 把照片都删了 月如 别担心 我来处理 周云生以绝对庇护的姿态 挡在她面前 宛若护花使者 我勾唇 周云生 原来你一直对我冷冷淡淡 是喜欢在别人那里当狗啊 你还有这种癖好 照片里有一组非常刺激的 周云生跪在地上 胸膛上是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踩出无数伤痕 周云生脸上血色完全消退 我把结婚证掏出来 想让我给一个解释 这就是我的解释 当初是你们周家求来的婚事 现在是我唐家痛打落水狗 甩了你 说实话 我一直觉得你不太行 但你总说小小的也很可爱 原来林月如喜欢你这么可爱的呀 那就祝你们幸福咯 话音落下 我清楚地感觉到 周围各种不友好的目光 嘲笑般地刺在周云生身上 让他颜面尽湿 比跪在地上当狗更丢人 说实话 我心里有点细微地疼 像针扎一样 但更多的是抱负的痛快 拉着沈初纪离开现场后 我打了个电话 让人把这些照片公布到网上 那天逃婚的事情有点闹出去了 网上都有风声 我大哥想删掉网上的帖子 被我阻止了 删掉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我知道其中有林月如的手笔 那就依他所愿 让事情闹得更大一些 接下来36个小时 会有人连续不间断地 把那些照片发到网上 林月如的脸没有完全露出来 不过周云生 连胸口的痣都清清楚楚 刚上车 沈初纪像一头狼似的扑过来 唐绵绵 我浑身一马 抱住他埋在我身前的脑袋 怎么了 让你试试我行不行 他拉着我的手往腰间去 我赶紧大呼 我刚刚是故意那么说的 其实没有 沈初纪动作停了下来 眼底翻涌着情欲 你最好是 他专注地开车上路 好像刚刚吃醋 发狂的人不是他一样 不仅仅是照片在网上传开了 关于周云生如何被扫地出门 如何不行的谣言 也层出不穷 周家在这个圈子里 老脸都丢尽了 周家父母想要登门拜访 亲自道歉 奈何连院子都进不去 家里的二劳可不是好惹的 我爸亲自放出话 从此以后 绝不再跟周家合作 同样不跟周家的盟友合作 一个鼎盛时期的企业 一个强弩之末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周家的地位再次一落千丈 而且我还听说 沈家也隐隐暗示了 圈内对周家的打压更加狠 周云生还敢跑来找我放狠话 这是我没想到的 高高瘦瘦的他站在我面前 却好像失去了滤镜 我突然觉得 他这个人怎么说呢 挺一般的 头发凌乱长长了很多 下巴上胡茶邋遢 终于没有了那副高高在上 清冷出尘的样子了 唐年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的机会 你还可以回头 你若不珍惜 日后别后悔 可笑 时至今日 他还不清醒 愚昧又自大 周云生 你好像那个小母牛做灯泡 牛皮闪闪 蹬鼻子上脸 我拭目以待 你别先撑不住了 他离开时 眼神复杂到令我作呕 我更没想到 周云生刚走 林月如又来了 几天不见 他突然从小白花 变成了疯婆子 面目猙獰 形象狼狈 身上还有一股心骚味 低头一看 原来裙子上沾染了某种脏液体 林月如发疯一般扑上来 我一脚踹过去 他摔了个狗吃你 忘了 我还是个传统武术高手 旁边你的贱人 你都把我害得那么惨了 还要勾引周云生 我好不容易把他从你身边抢过来 你就不能放过他 你好好看看 他现在都被你害成什么样子了 我一把抓起林月如的头发 巴掌伶俐地打在他脸上 我看你是土狗打宝阁 使吃多了是吗 那么爱吃 周云生跟你简直绝配 一个狗男人 一个数学界英语界的二把手 你们两个狗东西和良笔 我祝你们所死 别出来祸害人 以前我不懂事 拿他当个宝 现在才发现 他彼此还恶心 你好好珍惜着 知道你看我不爽 可是怎么办呢 你又弄不死我 实在不行 你比我先死吧 算你赢我一次 教训这样的人 我都嫌手脏 你知道周云生当初 为什么跟我在一起吗 因为我腿上有一条疤 是小时候爬山留下的 可是他呀 他傻乎乎的以为 是为了救他留下的 唐年 其实当初救他的人是你吧 真可惜 他把我当成了你 我浑身僵住 手脚冰凉 一阵恶寒 两年前 周云生开的车出了问题 在路上刹车失灵 失控撞向石桥 那段路人少 我收到车子发来的损坏警告 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比所有人都快 我到达现场 看到汽油泄漏 当时大脑一片空白 只剩下救人一个念头 为了把周云生拉出来 我硬生生用腿撑开了 卡在他身体上的零件 汽车在我们身后爆炸 我也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便在国外了 我父母为了不让我留疤 特地带我去做治疗 期间 周云生一直跟我保持联系 我以为他知道 再回来见到他 他带我更温柔 我以为他知道 原来他失去了那段记忆 周家父母怕以后他面对 唐家时低一头 为了可笑的面子 没告诉他 瞒了下来 那又怎样呢 反正是我不要的他 我头也没回 心里某些东西 彻底被丢下了 当年周云生救我一次 两年前我就他一次 就当两亲吧 陆生生来找我 跟我说 周家最近的情况有多惨 周云生都快走投无路了 到处拉投资 曾经高高在上的人 如今也终于低下了 高傲的头颅 再也维持不了 那副虚伪的作态 周云生不是看不上唐家吗 他不是一边要利用 一边又要清高吗 那就看看 他能清高到什么时候 陆生生问我 下一步想怎么做 我拿出了一份 计划书和合同 这个 明天会有人送到周云生手上 陆生生看完后 差一倒 他都那样对你了 你还想帮他 虽然我同样不看好 你跟沈初纪 可你千万不要心软回头啊 绵绵 我捏着发丝 笑得无害 生生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会有砸在头上的馅饼 陆生生瞠目结舌 合上嘴巴 合同送到周云生手上的时候 他高兴坏了 还当场哭出来 我可以想象到他的心情 像是在黑暗中 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像是他终于可以向我证明 他不需要唐家 更不需要我 我听了大哥不屑地冷哼 狂妄 自大 他刚拿到资金 就挪去填了其他空缺 是真的以为 胜券在握了 我很早就看出来 他不是做商人的料 还好你眼睛终于不瞎了 片刻 大哥又问 真的不爱了 我知道 大哥是在替我搭台阶 最后一个 思绪飞回那个河边 从小到大 所有人都告诉我 我们以后会在一起 我自然而然也那么认为了 后来落水 他不顾危险来救我 我以为他是童话中的白马王子 其实他什么也不是 多少次的争吵 教会了我许多道理 再者 我不允许他踩在你们的脸上羞辱 哥 这是你教我的 人要有原则和底线 我们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 更不是那次逃婚 而是他一再地 破我 一再通过打击我来满足 他虚荣心的卑劣行为 我哥愣住 什么救你 你是说初二那年 你见义勇为的事情 我点了点头 你 大哥痴笑一声 你该不会以为 救你的人是周云申吧 当初把你从水里捞回来的是沈初纪 那小子还枪水差点死了 刚好有个治安员在附近 背着他先去了医院抢救 他现在留下的肺炎后遗症 都是那次造成的 傻丫头 大哥常常叹息一声 大脑一片嗡鸣 我感觉自己聋了 什么都听不到 也看不见了 当年救我的人 是沈初纪 那为什么 出现在我身边的 会是周云申 我已经记不清 是怎么从大哥那里离开的 只知道全程头重脚轻 整个人像是 行走在云朵之上 轻飘飘 晕乎乎的 满脑子只剩下大哥那句话 沈初纪 沈初纪 这三个字不停地在我眼前 脑海中盘旋 我蹲下身 一阵干呕 周云申他一定知道 可他一直以来都在骗我 心安理得地享受着 我对他的顺从和忍让 他乃至整个周家 顶替别人的一切 将我蒙在鼓里耍得团团转 颤抖着拿起手机 打给沈初纪 这一刻想见他的念头 疯狂在我心里生长 沈初纪听到我发抖的声音 担心坏了 叫我别乱动 他来接我 我找了个显眼的奶茶店坐下 明明是酷暑天气 却如同置身冰窖 手脚冰凉 心底某个大坝快要坍塌 洪水在疯狂冲撞叫嚣 我不敢想沈初纪看着我因为救命之恩 黏在周云生身旁时 有多无奈和难受 哪怕如此 他依旧坚定地站在我身后 那么多年 唐眠 周云生朝我走来 脸上满是洋洋得意 你还不知道吧 今早我拉到一个投资 比你们 唐家许诺的更多 足够我周家度过所有难关 更上一层楼 日后在这个领域里 是不是唐家稳坐龙头 可不一定了 怎么样 现在后悔了吗 可惜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 话音未落 我面前滚烫了奶茶 拖到了周云生头上 再浇下来 打湿了他的衣冠楚楚和虚伪 周云生 你真贱 你知道 你现在很像一只从垃圾堆里翻到骨头的狗吗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最近认了二郎神当主人 那么嚣张 冰冷的眼神刺在周云生身上 我听见自己的语调没有温度 初二那年 我落水 救我的人是谁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周云生眼中骤然变得仓皇失措 仿佛有什么东西闪而过 他为什么会紧张害怕 或许是因为他清楚 我提出来的从来不是疑问 而是答案 周云生 你我之间 恩断义绝 从此以后 生死各不相干 好自为之吧 绵绵 你听我解释 你瞒了多年的秘密 终于被捅破 那种心虚瞬间冲毁了周云生的自尊和得意 他急切地攥住我的手腕 当年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只不过是比沈初纪晚了 一分钟到 如果是我先到的 就没有他什么事了 绵绵 别闹了 我们和好 好吗 这件事 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 压在我心里 时常让我喘不过气 所以我才会对你 若即若离 我想让你知道 又害怕你知道 你就当作我自尊心在作祟 我不想承认 你对我的爱 建立在救命之恩上 那会让我想到 如果你知道真相了 会不会爱上沈初纪 你真让我恶心 我转头打了他两巴掌 我没有顶替别人的资格 更没有侮辱我的感情的资格 直到这一刻 他还在为自己的虚伪找步 还在贬低我和我的感情 他在我心里的形象 一直是温文儒雅 几分疏离 让他看起来更完美 更不可触碰 正是因为那些相处的点点滴滴 才让感情一天天变得浓烈 可现在告诉我 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谎言之上 让我感觉自己无比的可笑 从此以后 那个干净温雅的少年 将完全从我心里消失 不留任何痕迹 因为他从未存在过 沈初纪怎么还没来 我如同无头苍蝇乱转 走着走着 四周的人越来越少 当我察觉不对的时候 几个身形魁梧 表情凶恶的大汉 已经朝我围了过来 你们想干什么 我拔腿就跑 可那几个大汉穷追不舍 速度又快 没多久我就被追上了 沈初纪快要被抓住的那一刻 我绝望地喊出心底的名字 此时巷子里光线昏暗 没有其他人 唐绵绵 这道声音恍若天籁之音 安全感瞬间将我笼罩起来 沈初纪身手很好 他快挑战极限运动 体能更不是普通人能比的 何况还带了保镖 没多久便解决了所有人 我颤颤巍巍地将手攀上他的脖子 另一颗心终于落定 前所未有的踏实 沈初纪 我怕 胆小鬼唐绵绵 温厚的大手附在我眼睛上 一只胳膊穿过腿弯 将我横抱起来 没事 我来了 闭上眼 别害怕 他不让我看 但我预料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当淡淡的血腥气 充斥在鼻尖 我害怕地攥紧他的头发 身后传来的几声 惨绝人寰的叫声 越来越远 直到熟悉的车载相分 将我完全包围 沈初纪一个又一个地 稳落在我脸上 没事了 唐绵绵 我在 我送你回家 我知道他说的是我家 可我不愿 沈初纪 带我回家 我们的家 抱着我的男人 骤然浑身紧绷 肌肤都变得火热 嗓音沙哑低沉 猴姐滚了滚 好 回我们的家 他总是一身力气 总是跟我作对 但每次只要他出现 不管什么场合 都奇异地令我安心 感到自在 那是周云生 从未带给过我的 回到别墅 我在浴室里 洗了四五次澡 那几个男人 没碰到我 可周云生 抓我的手腕 又脏又恶心 还有一层原因 我不知道该怎么 面对沈初纪 愧疚和心疼 快要将我淹没 我想弥补他 可如今时机不太合适 晚上沈初纪抱着我 手掌一下一下 轻拍着我的后背 像小时候 我跟他参加 户外野生夏令营的时候 森林里蚊虫特别多 我没吃过那样的苦 偷偷地哭了一晚上 被沈初纪发现后 他便一整夜都不睡 守着替我驱赶蚊虫 还像现在这样 一下一下地哄我 但是第二天 他总会不留余地地嘲笑我 胆小鬼唐绵绵 明明我叫唐绵 亲近的人叫我绵绵 可只有沈初纪 从始至终喊我唐绵绵 在他怀里 我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梦里没有害怕 我却梦到了初二那年 落水的那两分钟 恐惧到极致 我以为我真的要死了 大脑里的画面飞快闪过 当最后一口气散去时 我看到了一道黑影 拼了命地朝我游过来 这次模糊不清的人脸 无比清晰 是沈初纪 原来是他 梦里的窒息感非常真实 叫我感觉 像是真的溺水了 肺里的空气都被吸走 挣扎着睁开眼 才发现是沈初纪压着我亲 还恶趣味的顶 我浑身发麻 惊呼一声 沈初纪 你干嘛 这么喜欢小爷 梦里都在喊我名字 嗯 他牙齿轻轻磨着我的耳间 那过电般的触感 刺激着我的神经 往常我总会躲开 或者阻止 但这一次我主动给了回应 给我点时间 沈初纪 我想干干净净地腾出来喜欢你 沈初纪浑身绷紧了 像是随时要爆发 我看到他桀骜的眼底划过的惊喜 如获珍宝般将我紧紧抱着 唐绵绵 这一次你终于不是胆小鬼了 那天想对我动手的几个男人 是周云深固的 他故意没有用周家的人脉 害怕被查到 铤而走险 选择了林月如认识的人 真是一对狗男女 他要出墙 林月如还给他搬梯子 沈初纪火冒三丈 大有闹翻京城 也要把周云深大谢八块的架势 我爸妈那边同样怒不可遏 我却阻止了他们 我要亲自报复他 新的项目一启动 周云深以次冲好 降低成本 好掩盖他挪用公款的事情 但只终究包不住火 更何况我早就挖好了一个又一个的坑给他跳 不管他往哪里跳 全都是死路 在项目进行到一半 最火热的时候 我让人把周云深所做的一切事情公布给了媒体 官方本就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 不容许出现任何披露和差错 周云深竟然在官方眼皮底下做出这样的事 上头当即成立调查专组 研查他和周家这些年的账务 本来只是周云深的事情 业内其他人都没想到会牵扯到周家 那些还跟周家保持合作关系的人全都吓坏了 因为周家的关系 各个项目收益受到了重大打击 官方还没调查出什么 那些项目的违约金都压得周家人喘不过气 这次他们走投无路 求助无门 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周家人还是求到了我爸妈面前 当初婚礼上 他们有多不屑 如今就有多屈辱 我爸妈让周家父母跪下道歉 恳求 他们照做了 最后被我爸毫不留情地扫地出门 照片还被各大媒体刊登在报上 周家这次不仅丢了利益 连面子都丢干净了 被全网嘲笑奚落 周云深还四处奔走 求爷爷告奶奶的想办法求人 这时闹出来 对他的打击不是一般的大 曾经那些巴结周家的人 如今全部跳船繁彩 以前他有多高高在上 现在就有多卑微低下 那个项目的事情一旦被查出来 他必定管吃管住一辈子 我故意捏着最后的证据不放 官方也没刻意往我身上查 周云深最终还是顶不住压力 求到了我头上 他脱下高傲的外壳 在我面前低下了头 卑微地请求我帮帮他 绵绵 你帮帮我 只有你能帮我了 你不是叫我别后悔吗 怎么现在好像后悔的人是你 绵绵 我们那么多年的勤奋 你当真一点都不在乎了 那你呢 故人来绑架我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一点在乎 周云深赫然僵硬 苦撑了最后一份骨气轰然坍塌 他绝望地抱着头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变成现在这样 绵绵 我错了 真的错了 求你别不管我 当天要不是林月如舍命救了我 我才不会在教授离世那天 跟他在一起 绵绵 你原谅我一次 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我毅然决然地离开 连半点余地都没留 至于当年的真相 我也懒得告诉他了 他这样的烂人 不配再跟我扯上关系 我从未想过 我会亲手摧毁周云深的一切 名声 地位 家事 他引以为傲的一切 如今都没有了 证据放出去后 他锒铛入狱 由于案件影响过大 全程公开审理 网上各种乌言会语 随便拿出来一句 都是他前半生没经历过的 曾经的高领之花 那个高高在上的金贵之子 终于被人踩在泥潭里 永世不得翻身 周家父母求我父母不成 把目标打到我头上 被沈初纪撵走 像撵狗一样 最后赔得倾家荡产 被撵到国外 连林月如都逃不过 谁让他是周云深的 合法夫妻呢 这时候可不是 罪不及家人的时候 他名下有些些资产不干净 同样进去陪周云深了 就让他们两个 在里面抗力情深 嗯 爱爱一辈子 后来 不知道是谁 把当年车祸的真相 告诉了周云深 他起初还不相信 因为我的小腿上没有痕迹 有人将我的整形手术记录 拿给他看 时间恰好对得上 听说他痛哭不止 后悔不已 陆生生满眼不屑地告诉我时 我正穿着中式婚纱 静静地让他上妆 再听到这个名字 我内心已经毫无波澜 眉毛画得好看点哦 我的完美婚礼 不能有一点差错 知道了 知道了 沈初纪那只小狼崽子 为了这场婚礼 呕心沥血那么久 所有细节都安排得那么完美 我可不敢当千古罪人 我怕他叨了我 有人推门而入 沈夫人 这是您先生为您准备的捧花 从法国空运回来的郁金箱 上面镶嵌了99颗粉钻 请您确认有没有问题 我拿起捧花 检查没有问题后 爸爸从门外走进来 弯起手臂 笑容满面 刚开始我家人都觉得 沈初纪哪哪都好 唯独脾气像炸药 一点就炸 结果现在 全家都成为了 沈初纪的忠实粉丝 我倒向了外来的 爸爸终于高高兴兴地 送我出嫁 由于沈家背景复杂 只能摆30桌 所以今天来的都是 至亲的亲朋好友 爸爸将我的手 搭在沈初纪手上时 我看到了沈初纪 再也憋不住眼泪 转身偷偷地哭 臭小子 我女儿出嫁 还是你女儿出嫁 我都没哭 你哭什么 底下宾客哄堂大笑 沈初纪丝毫不觉得丢脸 轻轻将我搂住 在我耳边说 胆小鬼唐绵绵 小爷终于娶到你了 正闻完 翻外沈初纪视角 唐绵绵是个胆小鬼 我从小就知道 他连小蚂蚁都怕 小时候我很烦他 可是他一哭 我总是溃不成军 束手无策 根本拿这个胆小鬼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我没想到 胆小鬼也会有大胆的时候 他真是疯了 明明自己还是个半吊子 游泳客都没上满十个小时 居然敢跳下河里救人 当时我感觉心脏都停了 顾不上手臂拉伤 拼命地朝他游过去 唐绵绵 等等我 不要沉 好在 我终于拉住他了 可唐绵绵太傻了 居然抱住了我的脖子 差点没勒死我 我憋着一口气 将他拉回去 自己被呛晕过去 当时的我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有些卑劣的响 不管怎么样 我对他有救命之恩 他是不是能把注意力 分一点在我身上 可我出院的时候 唐绵绵出过治疗了 他在回来的时候 眼里根本没有我了 这个胆小鬼 不仅讨厌 还眼盲心下 可是怎么办 又生气 又没办法不管他 我不敢找他说出真相 害怕他觉得 我在要挟他 算了 让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反正小爷习惯了 唐绵绵这个傻子 居然跟周云生谈恋爱了 他真的眼瞎 周云生那么道貌黯然 心心作态 哪里比小爷好了 行 以后再理他 我就是小狗 刚发完是没多久 唐绵绵又出事了 他的论文被人举报抄袭 我丢下学业回国 帮他查了半个星期的资料 找到保留着最后一份文献的教授 请求他把资料借我 给唐绵绵作证 我让人把证据交上去 唐绵绵终于清白了 可该死的周云生 又一次抢了小爷的功劳 他怎么那么恶心 只会坐享其成的小人 明明那个举报唐绵绵的人 就是周云生走的最近的小学妹 算了 小狗就是小狗吧 反正唐绵绵不知道 他们要结婚了 我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唐绵绵嫁给他不会幸福 我清楚地知道这件事 可我无法阻止 我喝得天昏地暗 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堕落疯狂 恨不得用酒精杀死自己 那样心就不会疼了 差点醉死过去的时候 胆小鬼唐绵绵说要跟我结婚 我知道他对我没有爱情 他只是需要一个人 陪他演完一场戏 可那一刻我欢心鼓舞 恨不得敲锣打鼓让全世界都知道 周云生那个王八蛋 抢走我那么多功劳又如何 最后还不是输给我了 我穿上衣柜里最稳重的衣服 害怕给唐绵绵丢人 看见他哭 我真的忍不住 第一次对他做出那么冒昧的举动 我不敢亲他的嘴巴 可他的脸颊出乎意料的又香又软 审出计够了 不能惹他生气了 不管唐绵绵怎么想 我都要把他拐回家再说 反正都当了小狗了 不介意再狗一次 我半哄半逼他跟我领了证 那一个月 我天天把两本结婚证随身携带 生怕唐绵绵哪天后悔了 我还想过把结婚证剪掉 那样就办不了离婚了 唐绵绵是个胆小鬼 终于嫁给我了 唐绵绵好像发生了什么事 她很不开心 给我打电话时 声音都在抖 像是要哭出来了 我丢下官方的人 恨不得做火箭去找她 天知道我看到她被堵在巷子里的时候 我想把那几个人全杀了 可是不行 我不能让他们的脏血侮辱了唐绵绵 别人可以放过 但周云生必须死 唐绵绵不让我给她报仇 算了 让她做她想做的 大不了等她完累了 我再收拾烂摊子 唐绵绵挺狠的 一步步把周家引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不过 小狗喜欢 周云生入狱了 判刑那天 我跟唐绵绵求婚了 当然要在普天同庆的日子 喜上加喜 周云生还不知道 唐绵绵对她的恩情 哈 小爷怎么可能让她在里面那么安心 我故意让人把当年的证据 拿到她面前 唐绵绵从小幻想最完美的婚礼 我终于满足了她的愿望 唯一一处缺点 人太少了 早知道开个全球直播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唐绵绵嫁给我了 当小狗又怎么样 我娶到了唐绵绵 听说周云生疯掉的那天 唐绵绵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女儿 太会气了 周云生凭什么在我女儿诞生的这天发疯 唐绵绵 你是最勇敢的 我一下一下地亲吻唐绵绵 被汗水浸湿的手指 天知道她在产房的时候 我有多恐惧 那一刻我甚至仇恨我的女儿 多怪她 才让唐绵绵吃了那么多苦 皱巴巴地像个小老头 一点都不可爱 唐绵绵 我才是胆小鬼 你别离开我 我给你当一辈子的小狗 后来女儿见面长开了 还好像唐绵绵 不然像我多丑 算了 分一点边角料的爱给她吧 不然唐绵绵又要说我了 不然唐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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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